拿掉呼吸器 结束插管 这是活下来的声音 新冠病毒 重新定义了生命与几率 也正面冲击 每一个领域的有限与无限 即使是有全球最好医疗水准的美国 都正面对一个残酷现实 以及当所有人抢救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时 同样需要病床的其他重症患者将被牺牲掉 例如仅20多岁的席勒和威尔森 都罹患罕见疾病 先天性节地组织异常 又称松脾症 一种因胶原蛋白缺陷而使关节宽松 动脉肌肉和内脏都没有支撑性结构下 极可能破裂而丧命的疾病 但现在 希勒和威尔森都被告知 所有手术无限起研后 因为所有ICU加护病房病床 都被用来抢救新冠患者 他们甚至连医生一面都见不上 我的医生在工作很努力 但他们现在不能做手术 因为医生都充满病毒的病毒 他们都说我们只需要等待 没人敢回答 等待时若丧命的几率有多大 即使是首屈一指的 美国纽约西南山医院 是少数仍进行重大器官移治手术的医院 但是也设下严格规定 所以我们继续能继续得到 继续健庇 我們也決定不正確做生存的套餐 因為當受益者都願意 取得很多危險 甚至不知的危險 也不算是正確放在套餐 人家完全健康 也不需要這個活動 而是只做了因為他們想救人的生命 據統計 自紀念3月中旬以來 美國器官均贈手術因疫情而大減自成 換句話說 全美有1.5萬人 無法進行器官移植手術而生死未卜 於是 美國媒體提出一個更關鍵的問題 為什麼美國的病床如此缺乏 答案和錢有關 For decades the U.S. government active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The Hill-Burton Act of 1946 provided over 3.7 billion dollars over three decades for hospital construction i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U.S. has seen a massive drop in the number of beds From 1.5 million hospital beds in 1975 to 924,000 in 2018 最大怪獸 每個醫療都想保持完整的操作 如果你有一個床 而它沒有產生資金 它會失去你的錢 如果一個醫療的高達50%的操作 它可能會受到金融問題 1960年代 美國通過需求證明法案 規定美國醫院若要增加 任何的醫療設備 都需先取的許可 在加上1980年代 聯邦醫療保險改變了補助規則 是以患者的病因 而非患者所受的服務 而補助醫院 至此 許可和醫病因補助兩大政策 於是成為美國砍病床 縮短病人住院時程的雙年離陣 美國每千人 僅2.77上病床 對應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 全美本週已經超過100萬人感染 等於每一千人 就至少需要三張病床來看 當然不夠 更遑論未統計的重症病床 一場新冠肺炎 暴露出美國生前已久的毒瘡 與危機 這很危險 因為人們不需要 病床 她在等待 然後她不可以做診施 財經媒體Blooper警告 英國倫敦大學最新研究已經指出 受新冠疫情而延後治療影響 未來一年 癌症死亡人數恐增加兩成 更嚴峻的是 延後治療不知得延後多久 由大流感藝術的歷史學家貝利 哈佛大學公衛流行病學家 利普希奇 前美國CDC主任摩爾 和迷尼蘇達傳染病中心主任 奧斯特霍爾姆 四人合著的最新報告指出 新冠病毒 在全美或各地結束的時間點 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久 報告指出 最不樂觀的推算情景是 美國疫情將持續一年半到兩年 當六到七成的人口感染 並且產生免疫之後 疫情才會結束 即使我們封鎖 你仍然要繼續 社交距離 和其他公共健康的計劃 可能會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差 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差 paradoxically 我們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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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擁有更多 我們擁有更多 我們擁有更多 各方專家言由在耳 但是美國白宮急著重啟經濟 不斷強調 隔離再隔離 和全面檢疫 並非最佳防疫政策之下 美國會不會讓大流行病毒 再度反撲 當雪上加霜的時刻 美國的抑鬱和病床 又準備好了嗎